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欢迎来到禅艺 资深媒体人周玉寇因疫苗采购 开向瓷器辱骂,正言法师,不男不女 从而惹议 后来又爆料蒋笑颜滚床 就是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 公开毁坏张淑娟的名节 一来不少人是批评 对此,张淑娟已经亲赴台北地检署 对周玉寇提告 但是媒体人周玉寇突然现身地检署 向张淑娟鞠躬道歉 认为是自己的审查不严格导致误会 所以如果没有证 正知正念一天 以自己的口舌就可能造下弥天罪隐 首先不能毁谤有三种不谤众望所规者 不谤他人买卖物 不谤此己善知识 众望所规者就是得到大众信赖的人 包括古代圣贤 现代的高僧大德 世间贤善君主 有德知识等等 因为这些都是殊胜的功德田 如果自己毁谤 就会造下很严重的堕落恶趣的黑夜 而且以毁谤的影响 会让众多本来有静心的随学者 失去信心 断掉善根 对他们的修行造成严重障碍 所以周玉寇 毁谤正言 法师不男不女 的的确确是毁谤现世的大德法师 罪过深重 佛说 将来正觉师儒来出世时 他才得人身 在佛的教法下出家 正如汉果在他正果时 也是受到众人的诽谤 以他无因诽谤三藏法师的缘故 生生世世中 都会受到很多人的诽谤 于人于己都不应该随意诽谤 别人买卖的物品 经商的人尤其要注意 因为经商和对手竞争 为了击垮对方 往往会诽谤对手的商品 这样会造下很多罪隐 最后以等刘国反过来 会毁坏自己的名利 我们谈论商品时 不能没有根据 随意诽谤商家的商品 这样也是以恶心坏人名利 心地不厚道 会折自己的福报 善知识为我们传授 能获得暂时和究竟安乐的正法 这是大慈悲的地方 对我们有大恩德 对于慈悲自己的善知识 何时都不能诽谤 否则将会斩断解脱命根 堕入疾苦地狱之中 以上讲的不能诽谤之处 就是大德商品 自己的善知识不能诽谤 在这三个方面禁止任何诽谤 如果做诽谤 就会毁坏自己的相续 自古世人认为 凡作恶者死后 会入十八层地狱 接受刑法之苦 却不知道在佛教传说之中 十八层地狱规格严谨 当事所犯罪活 也分一百二十三等 入轮回后 根据其罪行入各层地狱 今日就带大家了解一下 十八层地狱之中 位于第一层跋涉地狱 所谓跋涉地狱 正如其名所指 入第一层跋涉地狱者 皆要受拔舌之苦 唐道士法院诸林中计 载金深言无此爱 谗伴 悔辱 恶口离乱 死急 当堕拔舌 其以为 当誓言无故忌 谗言诽谤 侮辱人身 满口恶言 挑拨离见者 轮回之前 列入拔舌地狱 受拔舌之苦 拔舌地狱之中的 拔舌刑法 并非是拔去舌头 那么简单 最早在佛教传说之中 入拔舌地狱者 是当事诽谤佛法 侮辱佛学者 后者为警醒世人 弘扬人世正气 将言无此爱 半毁辱 恶口离乱者附带其中 在佛家传说之中 十八层地狱 也如人世间监狱一般 根据罪行 服刑时间也有不同 正如十八层地狱之中的 第一层拔舌地狱 受刑时间如下 入拔舌地狱 受刑时间为一百三十五一年 以人间三千七百五十年为一日 三十日为一月 十二月为一年 罪鬼居于死狱 服刑一万年 传说之中如此 无非是要警醒世人 不要放口液 出言要训 不能张口就来 口要遮拦 物伤世人 在佛教之中 凡是此类人者 皆是犯了口液 所谓口液 包括妄语其语 两舌恶口 即有口而说的一切善恶言语 修佛之时 首当要守护三叶 三叶为口液 深叶一叶 口液放在其手 并非没有道理 是人皆知所谓口液 妄语其语 两舌恶口 即有口而说的一切善恶言语 也就是说 口液是由嘴而出 最容易犯了业障 日常之中 所说言语 所讲之一二 皆都有可能犯了业障 凡说大话者 阿谀奉承 挑拨是非 话不有心 阿谀相言 言不承认者 皆是犯了口液 轮回前 避入拔舌地狱 受拔舌 知苦 在学佛路上 特别是在当下 这个互联网时代 我们时常可见 诸多毁谤三宝之人 无论是在言语上面 还是在实际行动之中 皆能看到 但面对数量 如此之多的 毁谤三宝之人 作为佛弟子 该怎么办 我们又该如何去做 其实 在面对 毁谤三宝之人 作为佛弟子而言 能做的 却是少之又少 所谓信则有 不信则无 信或不信 那是他人的事 我们无权去干涉 只要做好自己就行 正所谓 个人果报 个人受毁谤 三宝所种下的恶因也 不是我们能够去消除的 而果报 也不是我们能够替他人去受的 面对他人 伪忘三宝的行为 我们因知晓 如下几件事 第一 为何他人会做出 毁谤三宝的事情 毁谤三宝 在佛教之中 地属重罪 就算福报在身后之人 平时毁谤三宝之 也必会堕入三恶道 除非在明了果报之后 懂得真心忏悔及恶意 那么自然也就能够有所好转 第二 毁谤三宝的种类 作为佛弟子而言 对于哪些行为 是在毁谤三宝 皆需有所了解 那么毁谤三 三宝的类型有哪些 这里就大致说四种 首先是佛说法门平等 无论当下修行的是哪一种法门 切记不能去毁谤另外一个法门 如你当下修净土法门 就切记不要去毁谤参禅的修行之法 其次是 你在毁谤其他修行法门之时 其实就是在毁谤佛法 因为这个修行法门是佛说的 并且还毁谤修行这个法门的所有人 那么 所毁谤的义不仅仅 只有三宝 还有很多很多修行之人 在此是见到僧众 佛像 经文等都不恭不敬 反而说出一些难听辱骂 或是诋毁僧众 佛宝法宝的话 这一属伪妄三宝 最后是在佛教清净道场 也就是寺院 说一些邪言 做一些邪事 并且扰乱清净道场的安宁 这一属于毁谤三宝之一 第三 毁谤三宝 果报自寿 经云 纵有百千节 所造也不枉 因缘汇聚时 果报还自寿 遇见他人 做一些毁谤三宝之事 无论是言语上 还是行为上 切记有两点需要做到 就是明白因果之理合法 观自省 明白因果之理 就是懂得佛虽 普度众生 但却不度 无缘之众 遇见毁谤三宝之人 能劝则劝 不能劝就收手 而反观自省 亦是观照他人的表法行为 观照自己 在内心之中 是否有这样的念头 如果有须灭除 没有 就更加不能去生出 这种种念头 就连佛陀注释期间 也曾遇到过 无数毁谤三宝之人 但佛意不能一一度知 由此可见 这并不是一个人 就能完成的事 因此要懂得放下 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几件事情 知晓后自会 明白如何面对 毁谤三宝之人 所以切记在遇到 毁谤三宝之人时 不要跟他顶嘴 看到了就看到了 无需多言 我们的身语 亦实实在造作 若是如法 则是积服 若是不如法 则是损服 毁谤是一种恶习 会很快损耗福德 尤其毁谤以下四种人 损服更快 第一 毁谤先圣贤 古往今来的先圣贤 都是为人类的进步发展 做出极大贡献的人 这些人的功德极大 影响极为深远 如老子 孔子 佛陀等 毁谤这些大圣贤 是为大不敬 损服极快 甚至当下毁谤当下 极恶果现前 这种势力其实不少 当然 若是对这些大圣贤 毕恭毕敬 则是极大的福田 福伯之人 欲迅速击福 恭敬大圣贤 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第二 诽谤父母 佛门中 有一个很著名的公案 说的是一个信徒 气象年迈的母亲 云游四方 去寻找佛 数月后 他来到一个寺庙 见到一个高僧 他于是请教高僧 何处寻佛 高僧告诉他 你只要见到有一个身 今夜为你开门 鞋子穿板的人就是佛 这个信徒 又找了一个多月 不经意间回到故乡 看到了自家的门 此时已经深夜 他想起了老母亲 便去敲门通声 老母亲听到儿子回来了 赶紧起来 开门 高兴得 连鞋子都穿反了 儿子看到母亲的样子 想起了高僧的话 恍然大悟 佛说 人人家中 都有两尊活佛 就是我们的父母 恭敬孝顺父母 是最大的福田 有立竿见影之孝 反之 违邦不孝顺父母 是为大罪过 损服极快 第三违邦有依 心得之人 有的大善人 大修行人 他们做了大善事 从不留名 从不宣扬 这样的人 是有因德的人 不法神都会守护 所谓因德即是行善 而人不知 相反 养德即是行善 而人知 因德的功德 远远大于养德 违邦有因德的人 损服十分明显 违望 因德越大的人 损服越快 第四 毁邦长辈 长辈是前辈 无论知识和阅历 都胜于小辈 小辈尊敬长辈 自古以来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 小辈之礼 礼节尊敬长辈 这是积服之举 若是小辈傲慢 目无长辈 则是损服之举 因此 我们一定要改掉 毁谤的恶习 尤其不可毁谤 以上四种人 否则损服极快 所以 于生少说话 多做事 生活是自己的 别人的事 与自己毫无关系 自己的人生 自己做主 无需理会别人的闲言闲语 过好自己的人生 才是最为重要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击订阅 并分享给您的朋友 我们下期 一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